NASA毅力号火星探测车在火星杰泽罗陨石坑中发现了一块前所未有的岩石,可能蕴含着生命的蛛丝马迹。 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确定不了生命痕迹,还需要等样本带回地球才行。 然而,这次任务遇到了重大挑战,NASA没钱了,火星样本返回任务受到很大影响。 毅力号火星探测车主要任务是寻找火星古代生命迹象。 简单说,它就像个火星地质学家绕着火星打转,专门研究岩石,看看有没有生物痕迹。 毅力号在杰泽罗陨石坑中找到了一块形似箭头的岩石,并命名为Chiva Falls,这块岩石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证明火星上曾存在生命的证据。 虽然这块岩石中含有复杂的化学成分和可能由生物活动产生的结构,但我们并不能立即确定它们是火星生命留下的,还是非生物过程形成的。 只有把样本带回地球,用先进的实验室设备进行详细分析,才能得出结果。 这听起来简单,实际上比让猫乖乖去洗澡还要难。 NASA本来计划通过火星样本返回任务将毅力号采集的样本带回地球, 科学家们可以近距离研究火星岩石。 然而,任务现阶段遇到了地球级难题,钱不够。 NASA目前的预算集中在重返月球的阿尔特密斯计划上, 而火星样本返回任务因为费用高昂,暂时处于搁置状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NASA正四处化缘找钱。 这就好比你发现了世界上最稀有的宝物, 但要想带回家却没有飞机票,还得祈祷有人愿意帮你付账。 但好消息是,火星发现可能会得返回任务,带来新动力, 也许能促使NASA重新考虑预算优先级,多少分点小浅浅。 毕竟,如果这块岩石真的证明火星上曾经有生命, 那可是一向划时代的发现。 科学家们通过探测车上的Sherlock仪器进行扫描, 发现岩石中含有有机物。 要知道,有机物是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 但也可以通过非生物过程形成, 所以还不能完全证明火星上曾经有过生命。 更有意思的是, 岩石显示出曾被水流侵蚀的痕迹, 而水是生命存在的关键元素。 Chiva Falls岩石可能是在火星上古代河流流经地区形成的, 当时火星的环境要比现在适合生存多了。 说实话,光凭这些发现就已经让科学家们激动得像过年一样了。